字幕允徒开启咖啥 哈鲁,晚安 晚上好 这是哪里 这是阿袴老师家 阿袴老师家的直播间 哈啰 謝謝緣分相遇 晚上好 因為懶得回家 所以就在這裡 開始了 晚安 聚焦感 對 他家還有化妝台 有燈 還有大燈 現在的法真的 救救你喔 晚安 這邊光線好棒 很棒 明天要線上見面會 對明天有線上見面會 我昨天也有 只是我昨天沒有拍照 再來這邊蹭燈好了 我在家裡也有燈的好不好 我也有打燈的好嗎 沒辦法跟播 對 今天是木曜之日 怎麼知道 欸 被放箱 救命 救命 怎麼這個時間開 6點怎麼了嗎 謝謝科技的告白氣球 禮拜四禮拜四 你家裡的燈要電費啊 哈哈 還有那個冷氣費 很少6點吧 對 很少6點 幾乎都是7點 謝謝十一 送的貓貓爆爆 解鎖新場地 今天是禮拜四 對 今天是禮拜四 明天是禮拜五 明天有視訊會 拜拜 先去忙 加油 幫我跟牛奶糖說我搶他 沒有關係 他沒有想聽 謝謝OK的魔法棒 深淵珍買下去 大家深淵珍買了嗎 深淵珍還有自己的買 用11波就是讚 是嗎 用11波真的有差嗎 跟那個拼拌比起來 跟那個拼拌比起來 那要出門了 拜拜 為什麼大家都6點出門啊 6點去吃飯嗎 但還沒買 阿威昌燙的地方還蠻好嗎 看起來不太好 他剛剛噴香水的時候 噴到他的傷口 那今天買了那個防水的OK不 謝謝同一個的真情告白 視線好很多啊 阿妳說那個鏡頭的部分嗎 他沒辦法 我在家裡的話 我就會想要用平板 對 不是外送要來嗎 然後他就待到今天了 他還在 這是什麼角度 什麼角度 謝謝 謝謝季風亮的貓鈴鐺 謝謝 心靈 哪一個 心靈嗎 等一下是哪一個 眼眼 眼眼的貓的手說 對 後面練後面 嗨嗨 晚上好喲 晚上好晚上好 謝謝Hoeing的貓的手說 真的 這本來是念後面對吧 還沒有搞懂 還沒有搞懂 謝謝貓的手說 我會念自己的名字 裡面的字 坐在椅子上 不過跟坐在地板不一樣 這個畫質好感人 有差很多嗎 我上次不是也是用 示意嗎 雖然是在公司 但公司沒有大本 公司的那個會議室沒有大本 後面感覺很忙 就是他們在忙著 處理阿伯長的炭酸 插藥 的部分 謝謝小憶的事 沒短了 好像好悠悠 結果沒抽到你可惡 謝謝 謝謝 上山好多人在處理 也沒有好多人 就只有理採集而已 待會兒會有尖叫聲 你說這個意思嗎 不用知道比較好 你可以去問會日文的數字句 應該大家都知道 來了 欸 謝謝髮蘭生的啾啾你喔 參加晚自行 好辛苦 好想參加晚自行 加油 加油 上課 上課很辛苦 很想睡覺 早上下午就很想睡覺 還要玩自習 昨天的服裝還有照片嗎 沒有 沒有 不是高中都要玩自習嗎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還是高中跟高職不一樣 因為我不是普通高中 都是錯音 對 都是錯音 有比較小吧 這幾天公眾感覺很棒 是我嗎 還好 不用上課 我現在沒有在上課 高職我沒有 晚自習吧 我的頂多就是那種 多上一堂課這樣 七堂變八堂的感覺 沒有到晚上 就是四點下課變成五點下課的感覺 沒有很晚啊 有吧 真的假的 舒服 我從來沒有參加過舒服 瞧 假的都那麼正面反而不習慣 昨天好像變字 對 昨天是兩個變字 兩個那個邊髮 沒有晚自習到九點 我也沒有在上課了 所以你跟另一頭年 這種話你說得出來 應該是客後自習 兩隻碗子行 很辛苦耶 我真的從小到大 從來沒有晚上讀書過 我通常最晚就到五點 兩個小時都在瞌睡 因為剛吃晚飯 晚上就很想睡覺 幸福太好了吧 晚上不移讀書 我不知道耶 從國小就沒有在晚上讀書 因為我好像意識到 就是我如果前一天晚上 就是如果隔天考試 我前一天晚上開始讀書的話 我發現我考出來的成績 會比沒有讀還要差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我有做過測試的 你知道嗎 我有測試過這件事情 只要我認真讀 成績會比較差 所以我都放棄了 學爸的部分 那就乾脆不讀了 對啊對啊 我不知道啊 可能是因為前一天晚上 如果為了臨時抱我腳要好讀很多 反而可能那個記憶力沒有這麼好 記憶力沒有這麼好 所以前一天讀的其實隔天我都不記得 其實我根本看這個範圍 不知道耶 或許是我晚上的時候那個腦袋沒有在運轉 所以我有讀跟沒讀是一樣的 所以我後來 後來國中高中的時候我都是早上 早上讀 就是真的是考前的可能30分鐘前讀 這樣子 或者考前的那個自習讀 我後來都是這樣子 不會前一天讀 前一天讀我隔天起床我就忘記 睡前讀很容易忘掉那時候讀的東西 對耶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問題 所以我以前讀都會覺得 欸前一天就讀好 然後當天沒有複習 我還是會忘記 兩個沒壓力考起來特別輕鬆 對 謝謝數字架的貓貓貓爪 考試前一天絕對不碰書 我考試前一天絕對不碰書 我還記得我會考那天晚上我也沒有在讀書 謝謝小玲的貓貓抱抱 晚上讀書很浪漫 浪漫的部分 在哪裡 掰掰 30分鐘讀得完喔 嗯 考試的範圍通常不會到很多 所以 基本上是看得完 基本上 謝謝 謝謝小玲 送的貓貓包包包 為什麼它是反向 它為什麼翻轉觀 早上讀書會想睡覺 真的喔 那可能是你不夠 不夠集中 不夠集中 因為早上我也很想睡覺 但是開機了就可以 可以讀 那旁邊有人才讓滿嗎 對 一天讀14小時能接受嗎 不能欸 我通常在學校的那幾個小時就差不多 幾個小時 七點 九個小時 八個小時 化妝精神比較好 謝柏偉的厲害 早上沒睡飽會想睡覺 嗯 還好欸 我覺得在 讀的時候 就是 死命要讀的時候 就不會想睡覺 但是你壓根沒有想讀的時候 就會想 就會想睡覺 嗯 就沒考很長 對 就是 怎麼說 那種臨時抱佛腳的部分 真的很臨時 的時候就會 不會想浪費那個時間 就會 能記多少是多少 所以那個短時間記憶的部分 會非常的集中 但是如果是那種 可能 早上 呃 晚上才要 晚上才要 考的那種 然後早上就讀的話 會 超不想要學 哈囉黎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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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在那邊 嗯 OK 要問問采傑 采傑學吧 我沒有覺得怕 我從來沒有給你一次過 這個成分 你說 你有問我學法嗎 我學法 你是看到書就想睡 他看到書就想睡 你是前一天 會讀書的人 還是 前一天 稍微讀一下 但我有一個 很自豪 就是 我覺得有一次 那個前一天才讀那個地理 然後就地理第七名這樣 不錯吧 對 他是他地理第七名 因為我個人是覺得讀書 你們我 太早讀的話 就會 你會忘記 所以前一天讀是最好的 那你很厲害 我是 當天才讀 你是當天才讀 我是書根本沒帶回家 很厲害的高中生 我真的到中三年 從來沒有把書帶回去 所以你就是那種天才型的 這麼爽 這麼爽 當天才有幾點 對我都是當天早上提前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去學校寫作業 然後放學我就回家 然後 功課都不會帶回家 所以我都是早上寫作業 就是 通常不是八點才上課 我大概六點半就會在學校 通常八點上課我大概八點半會在學校 那不是遲到嗎 你的頭髮為什麼左頭髮也炸 我剛剛摸弄他 感覺讀書很有一套 好早 對啊 我以前 會六點半到學校 然後 學校還是黑的 但可以看到那個田徑隊在學校跑 跑那個校內 優秀 到後面我也有點沒有辦法 就是太早 太早到學校 因為真的太養睡覺了 那個宜蘭跟台北兩 這樣來回跑 沒有辦法六點半就到學校 所以我後來都是大概七點十分左右要到學校 就是還是有那個大概五十分鐘可以 可以寫作業 六點半冬天才天乾涼 因為我高中後半段 高二高三的時候就在TP這邊比較多事情 所以我很常請假 所以我就會 早上上課到中午 我中午就請假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那一天 下午發生的所有事情 比如說明天要考什麼事 然後今天的回家作業 沒有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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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我唯一的資訊就是 寫在教室黑白板上面的資訊 今天要教什麼筆記 今天要考第幾頁到第幾頁 今天的 昨天的作業是第幾頁到第幾頁 好像早上七點的時候去接收一下 那個昨天晚上發生什麼事情 教官都習慣我請假 對 教官習慣我請假 感覺念書才是我的副業 對 念書是我的副業 副業做這麼好 副業就不用了吧 可是我高中是我人生中 就是讀書最巔峰的時段 聰明巔峰嗎 對 聰明巔峰 國小是最笨的時候 第一名是哪種 沒有前三個那個 沒有到第一名 第一名太難了 我第二頂多第二 而且第二的話大概是高一的時候 因為高一的課比較簡單 所以高一的時候 還有在那個認真讀一下 然後到高二之後 那個漸漸那個會計 會計經濟什麼的 就會開始有點辣掉 大概七八十分是我的極限 不然的話我 我記得我高一的時候 會計是我的巔峰 我有考過一次九十九分 所以我好像寫錯字 我寫錯字 然後很希望老師送我那個一分 你知道嗎 你現在說 用下課的分數 就是這樣 這次補給我下次扣點 然後我就說 我只是寫錯字 我忘記是寫錯什麼 還是少進一個位數這樣子 反正就是 然後就被扣了一分 然後就拿到一個奇怪的 九十九分這樣子 書都沒到人家 八十分 我覺得有一部分 是我同學都沒有很聰明 才可以拿到那個前三名這樣子 居然是會計巔峰 因為 因為就 還 還行 高一的會計還行 但 到高三 就那個範圍實在是太龐大 那個 要算的數學實在是有夠多的 然後那個 趴數我其實沒有很懂 那個小數點 我最不會算小數點 然後到後面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計算機群啊 所以 我都不知道我要怎麼算那個趴數 我就想說 用手寫會不會太辛苦 會計很難耶 什麼是拍拍 什麼是拍拍 拍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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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入門 不行耶 乾脆欣賞 我到後面會計就是能被題庫 我就被題庫 因為到後面都是選擇題 有考大學嗎 我有考大學 我考完 然後有入學 然後我才休學的 對 因為我媽說你還是要考一下 所以我不能說 我不想上大學 所以就是我還是有考 我還有去面試 我還有去面試 沒問題 會計跟計算機算男的 宜蘭高中不多啊 宜蘭高中不多耶 高中 高中就幾間啊 三間嗎 其實也不知道 羅東高中 宜蘭高中 宜蘭藍陽女中 三個 好嗎 三個 讀商科很累耶 商科很累嗎 商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破一點什麼 就是那個 我其實不太清楚 我還記得我的高中就是一個 偷懶的選擇 因為國中不是要考會考嗎 然後大家都要填那個 第一職員 第二職員 第三職員 然後就填了一個最輕鬆的 就是 通常大家都會選擇去羅東 可能羅東離 那邊比較 他們家比較近這樣 所以 我大部分國中的同學都去了羅東 我去了宜蘭 然後 我知道大家都去羅東 所以那個宜蘭的競爭非常的少 然後 然後 再加上 我知道大家都很喜歡國貿科 什麼 對 國際貿易科 然後不然應用外語 就是這個我就沒有什麼興趣 然後大家都會去搶那個科系 然後我就填了一個什麼資料處理科 非常的 就是感覺沒有人會去填 就是我國中同學裡面怎麼聽都不會聽到有人會去填那個科系 然後剛好學校有一個名額 然後就填了第一個職員 我就直接填了那個 我想說 如果沒有人跟我搶的話 那我就吻上 然後 我就填了那個 然後 後來就去了 就去了那個 去了那個 高職 就是不想跟國中同學一起 沒有好嗎 是因為他們都要去羅東 但 問我為什麼不去羅東 可能就是因為 就是餐飲系我沒有興趣 餐飲系我沒有興趣 國貿科我也沒有興趣 所以 基本上 然後那邊競爭也很高 我不想要跟他們就是拼那個成績 我覺得 很危險 我就不想去拼 因為我國中的時候其實沒有很聰明 我就是那個要尋找那個最輕鬆的 選田志願鬼才 我就想說 就是與其跟人家搶 然後最後沒有上 不如我就搶一個沒有人會跟我搶 因為很多那種 比如說 校牌那種 前三名就可能會想要去搶那個 高中 羅高 伊安高中 就會去搶那個高中 然後為了那個就是會考 就會想要有 4A 1B 之類的 5A這樣去考 就是 我就覺得 他們怎麼好辛苦 他們很辛苦 要去搶那個 可能只有兩個名額的那種高中 這樣 就是加油 就是他們加油 然後因為就是 他們可能也會怕第一志願沒有上 然後第二志願就如果 大家都填在第一志願的話 那第二志願的名額就也會空掉 所以 與其 與其第一個 沒了 然後第二個又被搶走之後 那不就這樣 也要一直下來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 志願 我記得他說要填至少 10到20個志願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填三個 我就填三個 我想說第一個怎麼可能 會沒有上 然後我就填 我就填了那個啊 這是除可 然後後面忘記填了什麼 我好像就填一些很廢的科系 沒有什麼人會去的那種科系 強熱門系 對啊 其實台北讀高中那麼多嗎 其實台北讀高中的人多嗎 好像沒有什麼 好像通常都是高中畢業才去 就是其他限時讀 完全照我的計畫進行 對 完全照我的計畫進行 但我還是有一點擔心 就說不定真的有 我不認識的人 突然去填那個 資儲格 因為說不定也不是沒有 雖然是真的沒有 我任何認識的人 在我同一班 同一個科系 同一個學校 甚至在學校 我知道的都只有 兩三個 所以科系就更不可能撞到 因為根本沒有人 我國中根本沒有人跟我讀同一個高中 就是同班同學 根本沒有人 三十幾個人 沒有人跟我同一個學校 我只知道 我可能別班的有一兩個在這樣子 其實代表我高中整個高一 沒有 不超過兩個人 我認識的人 這是第二次元美 就是真的沒有人想去 我小時候超不喜歡讀書的 那個過校的時候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我那個時候那個 頭腦沒有很好 然後 然後 就有懲罰表面背不起來這樣 然後還有去那個 那個叫什麼 資源班 我有去過資源班 大概去過兩次 你為什麼會去資源班 因為我 九九成八表 背不起來 然後我就去那邊 就是午休的時候 去那邊背 九九成八表 這樣子 好笑 你知道我以前怎麼背 你知道嗎 我以前就是用夾法 夾 比如說九乘以四 我就會 九加九 加九 然後這樣 算 這樣算 就是 就是小時候可能不知道怎麼背 所以我就沒有背 然後小時候 所有那個 所有那個能用算出來的 我都用算出來的 所以那種 要算一百個東西的時候 我就會這樣畫一百個 然後畫很久 然後畫很久 然後我的考試 考試的那個卷上面 會有超多的 超多的那個畫 會畫很多 然後 因為我九怎麼樣就是背不起來 然後我後來就寫一寫 然後我就發現 九一 九九二十八 然後先把十位數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然後 各位數先倒過來寫 然後 就這樣把它先寫起來喔 嗯 數學考試的時候 考驗發下來 我就會先把九乘九的那個 九的那一列 全部寫在我的考卷上面 看等一下會不會用得到 這樣子 先把它寫出來 圖像分析 對啊 它就是倒過來的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然後從 九二十八的那個地方 開始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就會變成 正確的那個 這樣會配對這樣子 現在記得嗎 現在記得啊 嗯 那八不 八那列怎麼辦 就是 那種列呢 我就是能用加法 我就用加法 呵呵呵 有種在填空的感覺嗎 因為五的那一列是最簡單的 五的那一列不是五就是零 這樣 那個是最簡單 嗯 還有這招 對 然後就會先寫 一乘以五 二乘以五 三乘以五 四乘以五 五乘以五 然後先這樣寫出來 好累喔 我小時候數學超差的 那個古小的時候 然後 我最討厭的問題是 他問我 這裡有一個路燈 然後 離這邊有幾個距離 請問中間有幾個路燈 那個問題問 永遠算不上 永遠不是少一個 就是多一個 然後 因為我沒辦法理解 他那個題目 所以 我不知道他要的是那個空間 還是他要的是那個數量 所以我每次 就算我算出來 我就會懷疑自己 請問我現在要多一個還是少一個 因為我不知道他要問的問題是哪一個 所以那個我 國小的時候就是一直算錯 就算在那個邊緣 我很多都是那種 好像快算對了 但是我都會算錯的題目 所以 小時候數學的成績比較差 或是那種 買幾顆蘋果 然後幾顆 然後多少錢 就是我能用 算的我就用算 用畫 我是用圖像在算數學 沒有辦法用數字 還有算幾隻腳的 對 國小的時候最擅長的就是國文吧 國文是最擅長的 然後 社會應該是最不擅長 我超討厭那個社會 他會一直問我說 你的媽媽的姐姐的妹妹叫什麼 我就想 我不知道 還有一個 軸筆耶 這是什麼 舊舊 什麼 什麼 舊媽 嗯 鼠鼠 然後我想說 有差嗎 就是 我為什麼要知道這個 以前我都在亂 以前都在亂寫這樣 然後到 我到大概 小四 小五 小五 小五那邊開始 我的 可能腦就突然 開發了 所以 我還記得 國小畢業的那個時候 還拿了一個神奇的獎 忘記是什麼 什麼 獎 好像就是類似那種 可能班上 班上什麼樣 然後 成績好的 那個 那個那種獎 然後可能就是 拿到 加 加 之類的 反正就是我記得我有拿到一個神奇的獎 然後 然後 可能同學就會想說 欸為什麼 為什麼 可能大家就想說 欸他有 他有聰明嗎 我就是 感覺就是這樣 進步獎 嗯不是進步獎 對 真的是那種 可能 國小 小六最後的那個 期末考 還是期中考 考比較好 所以就可能前幾名 然後 他就有班 可能前三名之類的那種獎 然後莫名其妙就被交到名字 而且我根本不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就上去 然後想說 嗯 我嗎 嗯 我有考很好嗎 這樣就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畢業考 嗯 有可能 我覺得有一部分是因為 那個畢業考大家都沒有在讀書 因為 幹嘛 幹嘛牛奶糖 我記得 畢業 就是 小六的時候超廢的 小六的時候我都不知道在幹嘛 我都連有在 有沒有在上課 我都不記得 我的回憶裡面沒有過小六在上課的記憶 就是我記得上課都在玩 玩牌 在 畫手機 甚至還可以畫手機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覺得我們搬到很 free這樣 反正我記得 可能是小六的下 下學期還是最後一個學期 沒有人在上課 我就想說 欸 我有在上課 我是不是 國小到哪一部分開始就沒有在上課 就是每一個課 每一個科 數學什麼 國文什麼都 沒有在上課的感覺 嗯 然後 午休的時候也是大家都沒在睡覺啊 然後 能往外跑就往外跑 對 所以 可能是這個部分吧 所以 我覺得那個什麼 所謂的畢業考最後 最後的那個考試 我覺得 大家好像都沒有把它當一回事 就是不用 沒有 沒有需要考的 在幹嘛牛奶糖 很早就認識嘛 但因為我就是很害怕 因為我不太懂 那個所謂的 畢業跟 畢不了業的那個 關係 所以我就想說 啊 應該沒辦法 隨便考吧 如果我隨便考 然後畢不了業的話怎麼辦 反正我就是會思考比較多 然後繼續 我還是有好好考 最後一次的那個考試 又進了 可愛啊 還怎麼在那邊 結果應該不會只有你認識嗎 有啦 我沒有了 你渡事點吧 有點難口 有吧 我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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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上所有人都會畢業不管考怎樣 但我國小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還是有認真考試 害怕考太差 而且我從小到大都沒有人管我的成績 我是一個被放養的小孩 我從來沒有聽過我爸或我媽說沒有好好讀書 就是完全沒有聽過這種話 但他大概就會說你考怎麼樣 我說不及格 他說不及格 我就是他超級敷衍 我爸媽是非常隨便的人 我還記得我考可能五十幾分 他們就說喔五十幾分喔 就是假如我可能考六十幾七十幾 然後突然考成五十幾的時候 他們也沒有反應 我就想說 發生什麼事 不及格也沒關係 但我超級沒有壓力 甚至我晚上都在打電動 都沒有人要管我 我想說明天期末考 我怎麼還在打電動還不睡覺這樣子 就是沒有人管我 我連他們曾經都不會問我說 欸你有寫作業嗎 就是沒有問我 甚至不問我有沒有寫作業 我都不知道他們以前為什麼那麼相信我 他們是信任你啊 很好 他們就是比較擔心說 喔 不要交到壞朋友 你不要被網友騙這樣子 他們會一直跟我聊說 那個 就是 跟 網友聊天沒有關係 記得不要 不要 亂跟人家約出去喔 然後我就說 喔好啊 好啊 他說 喔那個 嗯 什麼 欸啊你都沒有跟朋友一起出去玩喔 我說 沒有啊 沒有啊 然後 可能就是 同學家在附近 然後就說 喔去同學家玩 然後玩玩玩 然後天就黑了 大概八九點 然後也沒有回家 也沒有人要打電話給我 我就想說 就是完全沒有人管我 就覺得很 很不一樣 我跟其他人的那種家 家長 就是那種 小孩 他們的那種 感覺都不太一樣 就是我家人幾乎沒有在管我 他們就說 他們也不會說 欸幾點了要回來了嗎 你在哪裡 就沒有 沒有人 沒有人管我 我回來了之後 他們就說 喔你回來了喔 真的是超級隨便耶 我說 嗯 我們家太安全了嗎 這個 這個 怎麼說 這個 家 家庭 附近 就是 這個環境太安全了 所以他們就是 非常的隨意 太隨便了嗎 超隨便的耶 超隨便 超隨便 人家都認識了 事然太好了 很好笑耶 而且旁邊都是公園啊 公園天黑了 不會擔心嗎 就是你放一個國小幾歲 大概小三小四 這樣子 小三小四是幾歲 反正就是 放我一個人出去 根本沒有人跟著我 你知道嗎 所以原來真的比較安全 是不是小時候 左 左 右 色都認識你 怎麼可能 10歲吧 10歲 對啊 我10歲都在 我家附近 遊蕩耶 我會管媽媽直接回家 對我會管她直接回家 同學家長會不會感到關切 哈哈哈哈 你們公園裡面可能阿公阿嬤比較多 是你們比較多啦 後面是牛奶糖 對是牛奶糖 就是很free啊 而且 我覺得以前很像那種 真的是放羊的小孩 我想幹嘛我就幹嘛 沒有人管我 就是很 小時候的時候 就 蠻隨意的 我都覺得我沒有學壞很厲害 你不覺得嗎 我都覺得我沒有學壞很厲害 你不覺得我沒有交到壞朋友很厲害嗎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可以 就是 這麼保持著自我 我都不敢下來 怎麼可能 他現在在那邊 睡一睡覺 根本懶得學壞 很厲害 太宅了很安全 真的是 太宅很安全嗎 因為不知道阿 因為假如說是我的話 我就會覺得 喔 國小如果每天都在家裡打電動 然後不知道在跟哪個陌生網友聊天 然後 整天就是 沉迷在電腦 聽起來就很危險 你不覺得嗎 聽起來就很危險 聽起來就很危險 聽起來就很危險阿 感覺就會被詐騙 這樣子 真的那種感覺 難得交朋友 然後不然就是 去學校會不會交到壞朋友 然後 回來就會這樣 拿著什麼奇怪的東西 開始抽煙 這樣子 確認一下是青春的美衝 哈哈 壞的都被你嗆到跑著嗎 哪有以前是很安靜的人 好不好 國小國中的時候 我都還很安靜 我覺得我到高中的時候 會比較 嘴巴比較壞 可是我懶得出門 嗯 其實懶得出門沒有出阿 會交朋友嗎 我會交朋友阿 然後 我的我會 用 就是 FV什麼的 跟同學聊天 小時候 過一下我高中的時候 像我只記得 通常大家不會約出去哪裡玩 嗯 或是有 但是 因為我 沒有腳踏車嗎 還是怎麼樣 因為大家出去玩都是騎腳踏車 我就覺得很麻煩 我就沒有去 安靜給人一種乖乖的感覺 不知道 我就是 嗯 小時候就跟別人很有那個距離感 哈哈 我對於 尤其是國中的時候 我感受到 我有非常強烈的那個距離感 哈哈 大概在國中的時候 我意識到 意識到 基本上沒有人會 不太會有人接近我 哈哈 就是我身邊會有一道牆 謝謝林馬和的熊抱啾啾 國中開始變宅宅 沒有我宅宅是從小三小四就開始的事情 講話直接的人都有些帶點 不知道 就是很討厭 我很討厭 國中的 怎麼說 那些 學校的 學長 學 學姐 學弟 學妹 啊我就是幾乎都討厭 就是 就是覺得 不知道耶 我是覺得他們很奇怪 全部都討厭 我就會覺得 沒有 因為你知道 到了國中 就是有種 怎麼說 青春 還是所謂的 那種 就是到了一個 談戀愛的 時間嗎 國中生的時候 然後我就會覺得 大家都在談戀愛 覺得 覺得很瞎 我會覺得很嚇 中二吧 叛逆 有可能嗎 叛逆 不知道 不想跟 不想跟他們一樣 反正我就是覺得他們很 奇怪 想說到校園生活嗎 還是 還是有啊 還是有 國中的時候 但國中的時候都還好 國中有多在談戀愛 我就記得 因為國小 我們國小國中是直升的 所以 基本上 你都會認識 因為國小就幾乎都看過 這樣子 然後國中也是 就只是分班 可能不一樣 所以就會發現 到了國一的時候 就會發現大家一直在 說 欸 隔壁班的誰誰誰跟誰誰誰在一起 然後 說 他跟誰誰誰在一起 他們最近分手 然後過幾天 欸 他現在又跟誰誰誰在一起 我想說 到底是在幹嘛 這些人到底是在幹嘛 動不動就換男女朋友 這樣 我就覺得他們很生氣 發生什麼事 啊 怎麼今天吃戀 然後 過三天之後 就又跟學 學姐或學 學長在一起 我就想說 學校很亂這樣 我就想說 學校很亂 換太快了 我就會覺得很瞎 我就會想說 他們是不是只是為了要有那個 刷存在感 所以 說我的男朋友 我的女朋友 這樣 嗯 我都覺得他們在刷存在 感情變得好廉價 我就覺得他們很廉價 就是 欸 可以跟你在一起嗎 好啊 就是那種 可是想說 他們是不是都在一起的 莫名其妙 可能 講一句話就在一起 國中的時候 我是這麼覺得 因為他們真的是那個頻率很快 然後八卦流傳很快 我一天到晚就會聽到誰跟誰在一起 誰跟誰在一起 誰跟誰在一起 然後 誰跟誰突然又在一起 我想 蛤 他們 欸為什麼 就是我會想說 嗯為什麼 其實太早看透老靈魂了吧 對啊 我是老靈魂 其實我其實那個 轉世的時候沒有 忘的沒有很乾淨 這樣子 蛤 哈哈 哈哈哈 蛤 蛤 櫃圈人們 說他們換位子就分手 蛤 蛤 然後 然後換位子 對啊 因為以前不是很常換位子 換位子就是大家會希望周邊做認識的人 就 會想要做好朋友啊 或是想要做你喜歡的對象的覆盡 我就覺得 那個抽籤的部分就覺得很有趣 有点扯 如果资讯更新比较慢的人 我忘记了 但是我记得大概国三的时候 就是国二的时候 国二的时候 就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难聊天 就是我压根没有想要跟人家交朋友的心情 所以 我有收过那种 我同学传话说 国三的某个学长 所以想要认识你 我想干嘛 就是直接用那个脸书的那种message 就是聊天的聊天室 因为有人问我 好像是我同学的哥哥 然后他们班的朋友 这样说 谁谁谁想要认识你 想干嘛 我很难聊天 劝他不要 所以我就 我是不是从国中就很难搞 反正我就会直接回答 然后说劝他不要 我真的很难聊天 我没有想要跟他交朋友 请他想想 请你好好想想 我确定要吗 确定要 我没有很想 我没有很想 可以直接回想干嘛 然后人家就会说 嗯 你好 什么什么什么 天生心里面说 是有什么好认识 是有什么好认识 哪个部分 这样子 嗯 发现我国中的时候 讲话就很呛 对不觉得吗 我就觉得我 我现在回想起来 好像那个时候 其实蛮那个的 哈哈哈 其实蛮那个的 哈哈哈 蛮难搞的 那个时候 国中的时候 真的是超人交朋友的 我压根就没有人想 想要跟他好好讲话 你知道吗 我就觉得很烦 为什么要认识 嗯 嗯 所以乳成七十八水分之类的 哈哈哈 就是 基本上 可能我国中的时候 就不要讨厌男生 哈哈哈 哈哈哈 基本上 如果不是女生的话 我不会想认识 哼 我不会想要 认识新的朋友 所以我国中的时候 基本上 只跟同班同学 讲话 我甚至同年级的隔壁班 我都不讲 哈哈哈 我真的只有跟同班的人讲话 从国小开始就是这样 我现在在这一班的话 我就跟他讲话 但他不是我同班同学 我就不会跟他讲话 跟你聊话 能持续 延续超过三句吗 我觉得 要跟我交朋友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需要跟我是同班同学 不然的话 我压根就不会想要跟你讲话 从这样 从国小到高中 目前为止 看下来 全部都是同班同学 从来没有别班过 都没有分班过 国小的话 好像一二年级是同个班级 三四是同个班级 五六是同个班级 所以基本上 可能这六年来 都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同班同学 但是曾经在同班的 我就算他是朋友 这样子 但不是的 就是不是 从来没有在同班过的那个 都不是我的朋友 到国中的时候 国中是三年都同个班级 所以那三年 我就只跟我同班的同学讲话 如果有别班的时候 诶 外招 是什么 找我干嘛 找我干嘛 不要找我 这样 同班就是朋友了吗 同班当朋友的几率 会高很多 但如果没有想要特别 讲话的话 也不会特别变成朋友 很看缘分 就是很看缘分 我到高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子 高中三年 我也是 能不跟别的班讲话 我就不会跟别的班讲话 嗯 同一的朋友 嗯 我跟同学的朋友 不会互动 就是 我 就觉得 不是我朋友 男的男的 哈啰哈啰 毕业后有办公同学会吗 嗯 没有 没有 高中还有同学都很nice 对 因为连同班的朋友说话呢 可能也很少 对 谢谢爱的降落 嗯 就我很难聊天啊 哈哈 很难聊天 基本上 嗯 我记得高中 我就是会隔绝 所有想要跟我有 互动的人 呃 男生啊 我会 那个墙会特别厚 墙会大概有10到 嗯 尤其是 第一次见面的人 会有 大概10到墙 尤其是 男同学 我就觉得 男同学就是 哈哈哈哈 嗯 男生表示对你有意思过吗 当然有啊 但是我 我这个人 就是 就是希望先不要 就是 情不要 哈哈 情不要 现在还有那种气场啊 因为我现在没在读书啦 所以 我那种气场 通常是 读书的时候 会有 嗯 因为读书的话 同年纪的人 我跟同年纪的 男生 会比较有距离感 哈哈哈哈 我跟同年纪的男生很有距离感 没有办法 这样 相处 直接 拜拜 就只有握手了 对 只有握手可以跟我聊天 还有这边不是同年纪 对 为男同学莫爱 嗯 真的 还好我们大你很多睡 我不知道耶 嗯 但我觉得那个感觉不太有 我就觉得 学校跟 工作 朋友 我就觉得学校是一个 需要 好好读书的地方 哈哈哈哈 听起来很无聊 我觉得学校就是一个 好好读书的地方 不是让你来交朋友 哈哈 哈哈 听起来很 听起来很 不享受 学校生活时光的人 学校就是 拿来读书 训练一下自己的那个 那叫什么 对 要 守规矩的部分 哈哈哈 什么意思 我国中的 我真的 蛮听话 没有啊 交际能力也要练吧 交际能力是 呃 比如说报告的时候 需要 交际的部分 我还是会好好的 跟人家 合作 就是团队合作 我这样子 在能不用的时候 我就不用 学机长吧 刚刚好像有人说 不记得自己 有没有念出来 但我心里还是觉得 我有念书 就是跟其他人比起来 因为他们大概就是 整天就是在打电动 嗯 有必要的时候才会跟别人交谈 对 我都拿来送公文 不用请假 不是吗 我会去送公文 国中的时候也是 谢谢猫先生 我就会一直跑 学务处行征 然后 中务处 校长室 导师室 这样 会跑来跑去 可以帮我签名一下 然后去找那个 班道这样子 到处走 学务处 主任这样子 校长室 对啊 要叫他签名 现在还有以前的大电动 去校长是要干吗 那是有那个所谓的公文 我忘记是什么 国中的时候有去那个 生教 那是什么 生教 主 主 生教主 就是去当他的帮手 但是我午休的时候 就是在校内跑 下课的时候就是在校内跑 我能去哪我就去哪 找不到就下一节课再去 找不到就在下一节课再去 午休的时候去 能 就是他给我什么我就去找哪 那 生福主 对 比较会跟年纪大的人相处 甚至于同年龄 对 我不想跟同年龄的人相处 下课真的是能跑就跑 下课真的是能跑就跑 就是 我乐 乐终于帮 他们跑那个公路 好像打工 对 会印那个啊 人家的那个 奖 那叫什么 奖状 帮他们印那个奖状 然后奖牌什么 帮他们放奖牌 然后帮他们平那个分数 几分几分 然后帮他上电脑 然后印档案算成绩 把他随便跑出来 总的要跑腿吧 没有啊 就是有人说 可能是 因为要换 每年会换 什么的 然后就找下一年级 然后就搬到说 谁谁谁你要不要去 然后你可以找一两个人去 然后就被找了 然后就去 做那个 生教族的小帮手 看就好像蛮好玩的 对 就是我会拿着一叠 一大 一大叠可能 的东西 要拿去给谁 或就是 放在抽屉 然后我下课 我就会去送这些东西 嗯 各种质 我算是纠缠队 嗯 纠缠队也不算 因为午休的那种纠缠队 是他们要出去绕 我是不用绕 我只要他们 绕完 然后把那个纸拿给我 我就是把它 Key进去 然后算出来 然后硬 降狀 不用去评分 对 然后可以不用午休 妥妥的 跟生教混手 回归好像都比较不会怎么样 但不会有需要违规的时候 归纳整理的人 我还记得我有一次国中的时候 午休吧 还是什么 然后 我就真的只是在走 然后 因为以前都有那个餐车 推那个餐车 然后 大家可能吃完饭 这个餐车要推回去 然后 他要 整理什么的 反正就是打扫时间 吃完午餐后的那一段时间 是打扫时间 然后我就记得我那天 我就是 我好像是卫生鼓掌 然后就去看大家有没有打扫 然后就看到地上有一个垃圾 那个 塑胶袋 可能是 就是中午 午餐庄餐具的那个 袋子 然后就在地上在那边滚来滚去 然后就经过嘛 然后我就剪了一下那个 那个 塑胶袋 然后 然后 校长就经过了 一个 校长 对 校长就经过 然后他就突然叫我过去 我想说做了什么坏 做了什么坏事 然后就被他抓过去 然后他说 嗯 你刚刚剪的垃圾很棒 我寄你一支嘉奖 我想说 你这样就被寄嘉奖 我只是剪个垃圾 然后就被他抓去 然后很莫名其妙 然后 同学也很莫名其妙 因为就是 莫名其妙就被校长抓走 我真的是 没有想到剪个垃圾 还可以被寄嘉奖 哈哈哈 有这种 对 我真的觉得 超莫名其妙的 但是嘉奖 超级 不知道的 太刚好 真的是太刚好啦 但我国中 确实是没有什么警告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嘉奖是可以拿来做什么 对 嘉奖真的没有用 我到高中的时候 也是会有那种 什么 嘉奖 然后 不是会有什么警告 也是没有 我都不知道那个到底要搞 刚好校长看 刚好校长看 结果那是校长设下的考验 我都怀疑是不是 他故意放的 他故意在你面前丢一个 那个垃圾看 我都怀疑他只是 放在那边 然后自己在附近 这样观察 他设施本校学生 有没有那个 爱护环境 超级莫名其妙的 阿我就卫生骨髒 我只是要去看一下 然后同学没有扫地 然后地道有个垃圾 我只是捡起来 但他不想捡 湖中女生 嗯 小生师姐有被寄过警告吗 我真的没有印象 应该是 说不定有 只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是 我没有印象 为什么会被寄过警告 还是迟到那种 我基本上我没有迟到 我不太会迟到 嗯 校长蹲点 我算不想等 有被寄过 才叫真的学生 我都觉得很生气 就是可能他有 三只大钩 这样 大钩是要怎么样才会有 嗯 到高中的时候 我都觉得很生气 就说 就说 比如说到高三的时候 大家就差不多要毕业 然后就是要去读大学 就突然有人说 诶 我现在有 五六只小过 什么 小过说 五六只请问 你是怎么收集起来 他们可能说 哦 迟到 迟到可以 迟到到有 这么多小过 也是很厉害 充电放个充电泡就好 但是蛮疲的 饭满毕业 很容易啊 其实看你敢不敢 忤逆施掌而已 迟到小过也是很不良 应该不是迟到小过 应该是迟到寄警告 然后警告警告警告 然后警告到最后 已经是变成小过 尽身喷瓜 乳泡渣蛋糕就会被寄过 嗯 国中多少还是有一些小流氓 对 我都觉得很神奇 我都没有遇过 因为我 基本上讲话是 不太客气的 就是我可以懂 那种 国高中都会有一些坏坏的 坏坏的学生 但是我压根就是没有想要 跟他们讲话 没有想要怎么样 所以我能远离 我就远离 在那我就不用比了 对啊 我是一个会想要去检举人家的人 尤其是那种 在校外停机车的人 我就会很想要去检举 或是那种 带 带烟 然后去 学校的某 比较远处的 那个厕所抽烟 我就会很想检举 我就会很想说 有人在那边抽烟很臭 可以去那边 抓一下那个 是哪位学生吗 我都很想去检举 但我都没有去 我都很想去 我都很想去 现在这台呢 不是啊 在学校抽烟真的很臭 我就真的是觉得很不舒服 鼻子很不舒服 每次要上课 就一定要经过那个地方 我就会觉得很臭 我就很希望 再多教官可不可以去那边 多寻几次 但是他们都很喜欢在厕所滑锁 最近不去上课 不是上课 在厕所滑锁 所以我就说我高中真的很讨厌 所有就是不正经的同学 只要他只要很喜欢做坏事 我就会很讨厌他 想说这人有什么毛病 这样 这人是有什么毛病 啊学校就不能这样子 他还要这样子 请问是有什么问题 谢谢猫的手收 包包的这里就行 是没有错 他们就觉得很皮 当然很皮 尤其是男生 男生真的很皮 就是不抓 不被抓一次 不会那个的感觉 就是请问是要多皮 很皮 屁屁 他们特别喜欢去做 真的 我都觉得很不受控 所以我超讨厌 超讨厌 郭高中生的男生 超超级讨厌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基本上 学生时期我不太跟男生讲话 我觉得他们都很 很难受控 很不受控 所以说他们也不会挺 对 讨厌失控的事情 我的那个就是 表面上还是小小的 但我内心都觉得 真的是 受不了 这样子 比如说 期末考那种 自习课的时候 大家都在打 那个什么 传说对决 什么 这些男生 真的很烦 哈哈哈 不算不算感觉在讲性 然后我就 嗯 因为他们就很喜欢说 哦 考好差 考很差 然后要被盪了 然后要重补修 哦 这次又考很差 啊 什么不及格 但是他们还是会念 但他们又不读 我就想说 你们不读啊 然后还在那边念 你们要嘛就是 就是看开说 哦 本来就是会考这么烂 本来没有读书 就是考这么烂 嗯 三十几分 哦好啊 你要嘛就干脆 不怎么样 就不要说 就不要 压根就没有想念 然后还要一直说 为什么考这么差 这样子 我想 啊你就不念书 啊你就不念书 这样子 我的心里的OS 就会想说 啊 不然勒 不然勒 你打电话打成这样 还可以 还可以考 几个也是 想太多 这样子 其实那是他们在炫耀烂的部分 都在 他们还会说 为什么你都没在读书 你可以考这么高 我说 我没有在读书 但我考前我还是有看啊 嗯 嗯 那种不读 没努力还在哭的 真的是 真的是很莫名其慢 嗯 还要说为什么我可以考 怎么好 我就说 怪我 怪我 嗯 嗯 有读却说自己都没读的更讨厌吧 哈哈 有的有的那个第一名通常都这样讲 我真是考的好差 然后这样第一名这样 第一名 第一名 考的差 哪个部分 我也不知道 哪种就算了 好像是聪明人 我就想说算 我对聪明人会比较宽裕 哈哈哈 会比较宽裕 因为就是有 嗯 跟聪明人混在一起会比较聪明 你是不是也常常说自己没读 我会说我没读啊 但是我 确实我考前有读啊 嗯 我的没读是说 我前几天没读 哈哈 哈哈哈 比较喜欢聪明 我喜欢聪明的人 所以 我不太跟人家 就这样 求学听过日摇以外的音乐吗 那种台课要 什么意思 求学听过 没有啊 他很差是每100分吗 都不知道 但有时候他们那个反应很大 我又觉得又需要反应这么大这样 呵呵 就是比如说 这个 在提他 被题目的陷阱 陷害到 然后 写错了 然后就会超奥的 说 哦 然后他就会很生气 然后想说 啊这错了吗 这错了吗 嗯 然后就很奥 说 怎么这么 怎么 出题的老师怎么这么 这么坏 然后出那种 陷阱的题 然后被骗到了 然后他们就很 很奥拿说 为什么被骗到 嗯 有的家长会补习 他比较要求 没有 我觉得那种应该就是 他自己要求 果冬都会很在意这些 之后就看开了 基本上我都 不太跟那个 成绩比我差的人讲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很受不了 人家 受不了人家 就是 就是 嗯 什么都不会 然后跟你 跟你 跟你要答案 我就觉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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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都跟 第一名的那个 我的班长 我都跟班长 跟班长 跟班长聊天 我就觉得 班长是唯一一个 比我聪明的 真的 哈哈 你的气场越来越好 可是年级越高 期望的分数越低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就是 对 因为我很怕就是 自己会 会那个 怎么说 被影响到 我都想说 不要被影响到 嗯 靠水里才能讲话 对 我都会 我都会觉得很神奇 说为什么 我教教了你 教了这么久 然后为什么 你还是不会算 我就会觉得很神奇 我想说 是我讲的 不够 不够 不够简单吗 还是 哪里出了问题 就是 为什么 学不会 我就是很好 很好奇 因为 那个比较好的女同学 就是她的成绩比较差 所以 她就有很多 东西要 会不及格 所以我就 教比如说 商概这种 技概 但是商概这种东西 商业概论 它就是一个 很虚 怎么说 它 不像说 数学这种 算得出答案 它是一个 没有什么 就是 正确的答案 就是很难 很难解释 你知道吗 商概这种东西 我就很难解释 所以 商概基本上 我都没有在教 我就说 你就是 对题目 哈哈哈哈 嗯 就是 就是思考一下 就是 为什么 这个字 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 要推 推理 有点需要推理 就是 你就想想 这个名词 它的 这个字 基本上 它就是 嗯 我不知道怎么结束 我就觉得很困难 比如说自己理解 好像很简单 但是 要说给人家听 我就觉得很困难 就是 这样 它就是这样写 就是这样子 有些客户真的只能靠天 对 商概这种就是 要靠理解 经济学也是要靠理解 因为它们基本上不需要算数学 它就只是一个名词的 呃 说明 就会有的人会很问好 因为观念转不过去就不懂 对 就是你要想办法 转成你 懂的那个观念 就是 因为我有时候也觉得 那个教科书写的很困难 然后老师讲的很困难 我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嗯 什么意思 然后我就开始 开始进入 进入一个 自己巡回的那个世界 开始搜寻 这样 嗯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嗯 没差 就当作它是这个意思 我就自己 自己把它这样 这样 看 看不会把它弯到一个 我理解的地方 还是其实它是这个意思 对 会计这种 会计这种就可以教人家 因为会计这种 算是 很好教 你就说 就是这个乘这个 然后这个这样 除以几个月 然后几个这样 就是这个 这个比较好教 就是说 你看这个题目 它现在要这个 你就看这里到这里是几个月 几个月 然后这个乘以这个 然后乘以0点几 就会等于几% 几%对吗 到这里OK吗 到这里OK 好 好 那你就看看它的自己 几个月到几个月 我们只要算这几个月就好 所以你知道几个月 要怎么算啊 十二分之 它是几个月 就上面就写几个月 这样 然后让算 这个先跟这个除 然后这个 再算出来 答案就会是那个 数字 就是会比较好算 但是你不是说你只有一年级会计比较好吗 嗯 一年级会计比较好 二三年级就是中上 你在讲 就是 先把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 先写起来 先写起来 嗯 反正我以前也不知道怎么教 就这样子 会计学重修了三次 你还是讲中文吧 但我唯一能教的就真的 只有会计经纪 会计经纪 可以教啊 现在有用到科技 没有用到啊 本来就是 学校学的东西本来就用不太到 我知道 我知道这件事 但我还是有任命学一圈 哈哈 比如说 大家就很喜欢他们说 哦 学数学这些东西到时候 用不到我干嘛学 我就想说 与其抱怨这个 我干脆我就先学一学 然后之后再忘掉就好 反正 现在抱怨也不可能突然说不用学 这样子 我就放弃挣扎 放弃挣扎 反正讲了又不会突然不用学 那就 学一下这样 之后再问那也是很大气 对 我就想说 算了啦 我也知道 以后用不到 可是没办法 然后现在就是得学 我真的是 看清 看清现实 不然我就是得学 不然我现在就是学生 我就是要 他现在教这个 我就是要学 能学得学 对啊 文言文也是 就是说 哦 背这个到底要干嘛 这个文言文 这个 古文 我要背唐诗 然后全部背起来 我以后能干嘛 就是 虽然 就是心里会有这个OS 但是算了 还是要背 那没办法其中考回考 该背的还是得背 虽然是真的是用不到 可能我明天就忘记了 但是 还是得背 既然不学那里来干嘛 对就是 就是 呃 与其说 我学起来 我没有想要学起来 我只是想学起来 然后考一个分数 就是 当做个成就感 我没有想要学起来 那个东西 我只是需要那个成绩的成就感 那也是蛮任命的 我是任命的学生 我是任命的学生 我是任命的学生啊 对我都想说 我干嘛 干嘛要背这个 我真的是背不起来 因为只是暂存记忆 对 是暂存记忆体 直接分数过不去给它烂了 我都会想说不行 我不想要看到60分以下这个数字 我就会死命抢 我能想办法60分 我就要60圈 那是一种 那总是一种自己的自尊心的问题 那自尊心比较高 我不允许我自己考不几个这个数字 所以我 就是有任命读书 但我多少我不给我压力啊 我基本上不给我压力 我想说五十几分 算了嘛 差一点就是我也 也不会到说 怎么50圈 怎么可以考出这分钟 就想说 我有努力过就好了 我对我自己很宽裕 浓缩文字 对以后表达会有用吗 K60真的是天才 我的目标是更高分吧 只有几个吗 基本上英文是能几个就几个 数学能几个就几个 其他的话 能高 当然是越高越好啊 其他的就是 看运气 我的英文跟数学 我都觉得是靠运气 虽然我现在学了 但是 我现在学了这么多 等下考试 那个题目出来 又发现又跟我学的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会很惊慌 而且就是数学 我都觉得 数学它就是教你公式 嗯 然后它会给你一道公式的题目 就是给你一个算式 然后请你解 解那个数学的题目 我就觉得这样很简单 就是它给你一个算式 然后要你算出结果 答案 我就觉得很简单 但是它只要变成 那个 选择题 我就会觉得很难 我就觉得 为什么要靠我选择题 不会 请不要靠我选择题 就是它只要把它 里面那个算式 但是多了一些中文之后 我就会看不懂 我就很希望 你可以直接帮我把公式写出来 因为我不知道 这个所谓的这个题目 它要的是哪个公式 我会 不知道 因为我都觉得公式的名字实在是太难理解 一元一次方程式 一元什么方程式 我想说 这什么意思 这个要拿来干嘛 我都不知道 这个公式是拿来做什么事情 我都觉得它可以取一个比较简单的名字 嗯 就是函数 然后我就想说 函数是哪个东西 就是我不知道 但是你写出来 我就会知道 那个是什么东西 你把公式写出来 跟你把算式写出来 我就会算 但是你说 韩式公数 这个地方用韩式公数 韩式公数 是什么 我从来没有记过那个名字 所以我从来 都 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韩数是什么 对 微积分 基本上它写成中文 我就不知道它会讲 就觉得数字 应该就是要数字 跟符号 就算 符号跟数字 这个叫做数学 我可以理解 你把它写成中文字 我就觉得很难搞 算 那个是函数 是不是 我真的不懂那个东西 名字 我 名字 不知道 根号 开根号 开根号 也有那种根号 然后 这边有什么 是 是 4×AC 那个 我不知道 很长的公式 我知道这个公式 但是 它什么时候要拿出来用 我不知道 哈哈 所以说我很擅长 课本上面的 那个 算式 然后 写答案 写过程 然后写答案 那个部分我很擅长 但是 要自己写出那个公式 我就觉得很困难 哈哈哈哈 哈哈 嗯 但是 你写出来 我就会算 但 我要自己写出那个公式 我就觉得很困难 九方整式剪 嗯 第一平方剪 是AC YES 就是那个东西 公式剪 就是那个东西 就觉得要自己写出来很难 所以我每次就是看课本 我就觉得 我好像学起来了 但考试卷一下来 我就会 什么都不记得 我就想说 这跟我刚刚学的东西是一样的吗 然后 反正他只要讲解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 哦 什么 这么简单 就是我觉得 蛤 啊 这么简单 但我根本不知道那个地方 要用这个公式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 我理解不能 就是 理解不能 数学的部分 这个地方 这些数字要求答案什么 都没给到在这边 对啊 你就画个 我以前最擅长的 好像就是那个 度数 这边这边几度几度 然后拆一下那边 对面那边是几度 对面那边是 距离是多长 我以前最擅长的就是那个 有图案的 题目 我就觉得有图案很 很好算 但是 没有图案的 题目 我都不会算 集合 我就只会那种 这边乘这边 然后这样过去 然后那边是多少 就是 只要有图形 我就会记得比较清楚 但没有图形 我就记不清 尤其是那种 要画这种 画那个距离 然后说这边 因为它几比几 然后这 它不画出那个线 我不知道它要算几比几 你知道吗 就是它怎么画的时候 这边到这边的距离 是多少 然后到这边 这样是几比几 然后你要算出这个地方 问号是多少 如果你帮我画出来 帮我画出来 我就可以算 但是你如果把这个 全部叙述成文字的时候 我就会 这样 什么意思 它现在要 这边到这边 什么 2比3 请问它的2 在哪 2是这里吗 还是 这个是2 还是这个是2 2比3 是哪里是2 哪里是3 可以帮我画好吗 我就很希望它帮我画好 我不知道那个2在哪里 哈哈 嗯 自己画出来 就是我会画出来 但是我会不知道 它的题目的所谓的 这边到这边是4比几 这边到这边是2比几 这边到这边是2比几 我就是没有办法 把它的文字 变成图像 看不懂就是看不懂 就很希望它干脆 直接帮我画好那个图 然后直接问我说 这个问号是多少 就是比较简单 就为什么它要帮我叙述成中文 我就觉得 你可以画一个图形 然后直接说 那个问号是多少 我就刷那个问号 但它就很喜欢 把它 这个图形 变成一句话 然后叫你自己画出来 为什么要为难我 你直接说 求问号 不就好 求A 求B 求A加B 这样 你直接 告诉我 直接告诉我 嗯 直接让我知道 穿那个感觉 去提一提 就是它会把题目写得很难懂 然后我就会觉得 就跟课本上面不太一样 就因为数学老师的题目 通常都是他们自己出的 就不会跟课本上一样 所以像会计那种 经济记改 那个都是 课本上有的东西 它就直接抓下来 就给你考 那就很简单 不需要有什么 不会的部分 就觉得 数学就是一个 你现在学了很多 但他换了一个讲法 你就什么都不会 你就好像什么都没有 没有学过 嗯 想说 你确定你有教过这个 确定你有教过这个 这是在我们那个范围里面吗 会不会 其实那个算是 根本没有学过 嗯 嗯 嗯 数学教材 数学就是一个 他想怎么出 还是怎么出 我每次都不知道他在算什么 所以 那个高中的时候 数学就 比较辛苦 天目就长到干嘛 天目长了 然后就全部塞在一张考卷 我就会觉得好 都觉得学生会变通 但是我们根本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 邏輯几何都包含兴趣 就是为什么我还要去理解 那个题目 就觉得很辛苦 他在牛奶上不见 他已经不见很久了 他出去很久了 真的累 真的累 谢谢听嘛 我的啾啾你喔 好像这时间都耗在理解题目上 对 但我以前就觉得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高中的考试很平凡 超级平凡 超级平凡 好像是因为会有 我不知道耶 我其实忘记国中 国中是不是其中其末 就两次 但是高中会有两次其中一次其末 是不是 多了一次 我就会觉得高中一直在考试 就觉得高中三年我不知道我考了几次其中其末考 嗯 不知道选择你会拆C吗 嗯 基本上 我会先删去 再弄 以为三次是正常 国中也三次吧 真的喔 我国中也三次喔 莫妮卡吧 莫妮卡也很多耶 超多莫妮卡 高三的时候 高三的时候才有模拟考吧 课程比较多吧 自然考得多 我们是国中就三次 真的假的 你很喜欢写模拟考 为什么 范围需要再一点 超厘科目 要考试 有很多科目吗 国文 英文 素学 还有什么 商蓋 會計 季蓋 生物好像有考過 我記得一年級考很多東西 自然好像一年級有自然 然後那個什麼 鍋房之類的 要選做嗎 好像都要欸 等一下沒有行修 膏子的科目有一樣嗎 應該不一樣 物理化學 物理化學是不是合在一起 不記得有分開 還是我根本沒在上課 有地理好像 好像有這回事 我完全不記得 完全沒有在上課 所謂的地理什麼的 歷史好像有歷史 好像有歷史這種東西 物理化學你是不是都是 我基本上在上課的時候 我都沒有在上課 因為我這個人屬於自學派的 所以他在上課的時候 我基本上沒有在聽 物理才是最恐怖的 嗯 物理化學合在一起是國中吧 這個東西是分開的 聽不懂怎麼辦 聽不懂怎麼辦 就是聽不懂才自己學啊 基本上就是因為聽不懂所以我自己學 我會認真聽課的基本就是 會計跟數學我會聽 會計跟數學我會聽 其他我就是 能自己學或者自己學 會自己學 這學可能也不會 那不就再見 這學如果還不會 我就會直接放棄 那一個部分 或者去學一些 比較簡單的地方 困難的地方當然就是 學不會就算了 就只好先學一下 簡單的地方 想容易的分數 對啊就是 把簡單的學會這樣子 難的部分就 靠運氣 其實國文 國文蠻差的 從國中開始 我國文就蠻差 對 國文就蠻差 可能是因為我記憶 記憶力沒有 記憶力沒有 就是對那個 中文 名字 非常的不擅長 我不擅長記名字 就是他很喜歡問說 這個作家是誰 我都恐 基本上我搞不懂 語感 語感那種我就覺得很棒 但歷史人物 對歷史人物 然後 他很喜歡問 我都覺得是一樣的 譬如說他很喜歡問 這是哪個朝代 我想說 我不想知道它是什麼朝代 清朝 唐朝 唐詩 唐 詩 什麼 這個是哪一個年代的 唐宋吧 大家會不記得 那種東西我永遠不記得 這位國文老師很喜歡 突然說 請問 什麼 中國著名的 什麼什麼小說 有拿幾本的時候 大家都會這樣搶答 我大概是一本 我都沒有辦法 想起來 對 就是很喜歡 他很喜歡出什麼 三國演藝 三國 然後什麼 紅樓夢之類的 然後我基本上選擇題 我都用猜的 我想說 這個也蠻有存在感 我就選他 國文 基本上都是用猜的 因為這種東西我沒有在背 Cyoji 對啊 這個我沒有在背 沒有在背 可以看到每次問的時候 我都不記得 就是大家會搶答 但我壓根一個都不記得 新品美紅樓夢西遊記 還有什麼 不要問我 不要問我 憑感覺 我都是憑感覺 這種 考國文的時候 他只要遇到有關歷史的那種 我都會全部都憑感覺 還要考作者是誰 超討厭考那種 這個作者是誰 或是說 拍年代 我想說我幹嘛知道那個年代 他就跟你說好幾個作 幾個 四個作者 然後請你拍 由久到近的 我想說 誰知道 李白志什麼居勢 我不想知道 我真的沒有一個是想要背起來 我每次都這樣看感覺 念起來好像比較像 聽起來就不是這個 先刪掉 好像是這個嗎 不知道好像在哪裡聽過 就會選這個 應該好像在哪裡聽過 你的歷史有幾個過嗎 歷史喔 我國中的時候歷史 我就是我國中的歷史老師 蠻會教的 所以我國中歷史 我要好好學一下 但高中我就忘記了 哈哈哈哈 從組句子尤其文英文 文英文那個我意外的可以猜得對 就是靠那個什麼 押韻然後猜 然後靠那個 對 然後想辦法猜 只記得五六 五六居士 路過路過 圖沒一個是原本的樣子 圖沒一個是原本的樣子 兜起來了 對 冬之鎮 夏之鎮 又是什麼 就是有些東西可以用拆的 我就用拆的 不行的話就算 圖有旁來 龐然大霧 經過 這邊不是床碗嗎 那邊 窗是 窗戶是關起來的 有點糖路過 把山倒樹而來 最後只記得這個 這隻賴蛤蟆 這樣躲到前面了 很喜歡你這個貓 牠蠻自在的 去一隻別院 拜拜 他在看風景 好可愛 邊他 邊素食 對最熟的一個 國文 國文科 不肯卸完菸 現在他會被抓嗎 有黃自原來 邊素食 屈之鎮 動作好俐落 對就是 對啊 隨機組合 隨機組合 現在編人會送進去 他那個編的又不是人 他不是編的是 癞蛤蟆 好大隻的癞蛤蟆 跟那些 我沒關係 他是不是有 他有 靠我 有容則靈 大家是不是在開始說一些 以前被過的東西 有一些我 蠻有印象的 現在在考文言文嗎 現在早自習不能考試 真的喔 雖然我們也有來有考過早自習 變賴蛤蟆 現在八點到校 好像是耶 其實我高中讀完三年我都不知道學校的遲到到底是幾點開始叫遲到 我從來沒有遲到過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他們到底是幾點遲到 數字軍們的夜自習 昨晚又是顯素肌 對 昨晚也是顯素肌 這超早到 對 我這超早到 我最晚也是7點7點20左右會到 7點半前一定會到 高中7點半算遲到 真的喔 但門關起來就算了 我們這些也慢著遲到 有鳳梨那家 不是有鳳梨那家 失源 失源 嗯 聽說昨天就是阿伯商訂錯了 然後訂去公司 然後 李台姊就打電話去給公司的姊姊說 可以下去幫我拿外送嗎 然後姊姊就說 為什麼 你確定你沒有打錯電話 要我下去拿外送 然後 李台姊就說什麼 沒有 這是個意外 我們叫了外送 然後剛好叫到阿伯商 那個做梅家的地方 這樣子 然後 叫姊姊下去拿那個什麼 失源這樣子 然後姊姊就說 失源 陳失源送外送 來 陳失源在做外送 什麼的 不是那個失源 是那個失源 然後姊姊就下去 拿著那個失源上來 然後我視訊完之後 回到辦公室就發現 然後姊姊就跟我說 欸 你桌上那個可以吃 我說為什麼有鹹酥雞 他說 因為阿伯商說他訂錯 然後就有很大一袋的鹹酥雞在公司 失源是分不清楚 然後吃了一些 然後就回來 姊姊說 阿伯商跟李財傑叫了超多的鹹酥雞 然後說真的假的 他們兩個人吃這麼多 然後我來這裡的時候 就是看到他們還在吃鹹酥雞 我說 嗯 你們看起來是吃剩下 剩一點點 然後他說沒有 其實冰箱還有兩大袋 我說請問你們到底 兩個人是點多少鹹酥雞 然後他們說他們叫了兩次 最後他們又叫了一次 對 外送地址錯了 他們完全沒在Party 所以我還在鹹酥雞 看到按到10嗎 我不知道欸 反正昨天就吃了一下 然後沒吃完就我們今天中午下午吃了 吃到那麼多 我不知道欸 就是他們點了很多東西吧 讓你動起來煮 讓你動起來煮真的有認真在做嗎 下午熟了還好吃嗎 那天我就看到林玉雲 他就是看起來不像有在剪 剪脂 我說林玉請問你有在剪脂嗎 我說你現在吃的是什麼看起來很罪惡的東西 他說我有在剪啊 怎麼看起來都不像是剪脂的人會吃的東西 應該有幾個人有認真吧 為什麼我在小型的直播能這麼擔心 你是過了多久才 你的時差 雖然吃的很少 但都是天使 所以要吃啊 那應該是昨天的事吧 昨天的事 所以就想說 林玉雲 你現在吃的這個東西 看起來很不像在剪脂 他說剩下還有兩 還有幾個禮拜 還有時間嗎 這樣就大概一直算 他怎麼說要看金玉 我大概從很久以前就聽到 再過幾天就開始剪 明天過後我就開始剪 到昨天我就說 你有要開始剪嗎 不到最後一個禮拜不死心 我每次看到他說林玉雲 林玉雲 林玉雲是不是每次參加比賽 還說其他人看起來也沒有認真講 嗯 剪肥都是明天才開始 作為失敗組在努力 對啊 他很常吃一些小東西但不太吃正餐 無限度個明天 謝謝柏翰的貓的手手 等一下該不會還是先做這樣 不會我等一下去吃 晚餐 很晚 還沒吃 感覺教練已經放棄了 至少他們有免費的健身房可以去 快要那個了吧 可以用一輩子嗎 應該沒有 好 晚餐要吃啥還沒吃 參考一下 吃火鍋 也還沒吃 還沒吃 吃火鍋 我家裡還有一碗Sukia的牛丼還沒吃 請問他可以放多久 他大概是昨天買好的 所以 後天吃可以嗎 明天明天 如果放兩天的話可以嗎 被用扭動 放兩天可以嗎 放在冰箱裡的話 有冰起來 有冰起來 可以兩天 可餐50 這邊買的 健健該吃 禮拜五嗎 禮拜五 充分加熱殺菌一下 為什麼買回家冰啊 怎麼會有這麼買 這個說來話長 因為呢 我大姨他說他禮拜四要去高雄 所以他說要不要 禮拜三的晚上就幫你準備好明天的飯 這樣子 他說好 所以他禮拜三的晚上 就幫我買了飯 放在我的冰箱 但是我禮拜三的晚上 來了阿伯商家 所以我禮拜四 甚至我沒有回家 然後我中餐也吃了 然後我等一下晚餐要出去吃 所以我今天應該不會吃到那晚 所以我就要到禮拜五才可以吃 可以放禮拜多久嗎 應該微波就可以了吧 微波就可以吃了吧 很麻煩 就是 對 要不要改放冷凍 沒關係吧 再放一天 會不會我明天也沒有回家 要回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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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不回家 是不是 明天要講台會 對 明天要講台會 明天會回家吧 比較相信我的腸胃 對 乾了就可以丟掉了 撕好一下 撕好一下 那你可能準備掉進去 不要 掉到很浪費 掉到很浪費 那我微波久一點就好了 嚐嚐一下 沒有花在冰箱 冰箱 謝齊悅的貓的手手 這個世界好像不是這樣做什麼意思 火鍋不要吃還回家吃一點 有變的話應該還好吧 應該還好吧 對嘛 反正最近可以沒關係吃壞了也沒關係 最近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事情 吃壞肚子 吃壞肚子 頂多就拉個肚子 頂多就拉個肚子 先聞看千萬不要硬吃 我就怕我聞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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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哈哈哈 缺席公園 下成多 elevator 285 如果你會別忘了 就給你〜 CHitable 全部想買材 豆腐 我們趕快去追 可以缺席的 清肠胃 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话 就是清个肠胃这样 谢谢猫铃 叹叹叹叹叹 尽力爱惜身体 这样叫不爱惜身体 刚好的心得 如果有吃了 我再跟你们说 清肠 谢谢咖啡的猫的所说 请保重 请保重 这几米桌子啾啾你 烂味食物大于爱惜身体 就是 对啊 放冰箱都save 放冰箱可以吧 放冰箱可以吧 冰进去之前 污染程度 什么叫做 冰进去之前 污染程度 你家常常干 就是隔夜饭啊 没有酸酸甜甜的就干了吧 接受你吃一口 要跟明天会不会回家 会吧 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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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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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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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和牛 先去吃饭 先去吃饭 拜拜 放了四天 你说我最后会放到四天吗 带去配火锅 离拜天有了 没事啦 直接把自己当做实验品 就是人生就是要有一些经验 做过了你就知道以后不能这样做 好 提配店有烂漠 你请不要破坏身体 明天还是早点回家 早点回家要早点吃 没事啦 他很常吃过气的东西 还好吧 我也就 顶多喝一下过气一天的豆浆 这样子都没有事 过气一天都还行 回家跟牛洞睡到 希望我吃得下 好 错过了就知道可以继续挑战 好喝 对 肚ол 天笑到了 明天要換什麼位置 吃了牛酸 對啊 星期天的記得叫動起來煮的少吃一點 肚子痛 不需要肚子痛 可以啦 喝呀 中元節 7點54分 就要腸胃如同 今天沒講宣傳聲寫的事情 有人要買嗎 大家 有人要買逆轉網子的衣服嗎 剛買的都會買 當然是買啊 你這麼沒興趣嗎 因為我穿過啦 穿過很多次啦 你什麼意思 有那個reset的衫寫症就夠啦 該來的就會買時間問題 懶得大頭是不是帽子特大 是嗎 主播放會買 有的還是會看主題的吧 說散戶嗎 買專輯生寫 買專輯也要讀 讀生寫 這個不用讀 這間的全身照片是等了很久 我那時候還說 網址跟逆轉都可以呀 穿哪一套都行 你們看穿哪套都行 只要指定一定擁有 指定就可以拿到全身 要買三鞋還是公面 這是誰決定 三鞋真的是姐姐吧 他本來有問大家說 就是大家想要穿哪一個 大家要穿公主 但是我還是幫自己的衣服 這樣 他有問一個 他有用一個調查 這樣 我說都可以請姐姐幫我做決定 謝謝這樣 呵呵 穿這些穿沒穿嗎 大家要傾向穿過 真的喔 可能他們就覺得自己 適合哪個吧 甩鍋 穿什麼高 奇蹟的靈異全身 奇蹟的紅色那套沒穿過 對奇蹟的話沒有穿過紅色 只有穿過綠色那個有外套 八夜的照片已經刪光了 因為我沒有拍到什麼好照片 清潔的決定 對啊 因為就說 可是那個 reset的那個 剩解針就是 逆轉王子 還要穿逆轉王子嗎 還要穿逆轉王子嗎 他會不會想說 一樣的 一樣的衣服 一樣的造型 藍色 沒有穿過藍色 你有看過嗎 這個已經1200了 也該讓它滯銷了吧 看它什麼時候才要降價 公演的自拍已經很多了 對公演的就可以看 1200才買 你就讓它滯銷了吧 就買生寫真吧 萬一它降價寫說你沒真愛粉怎麼辦 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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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假裝我們沒有真愛粉 假裝一下 我們其實有這樣 因為沒有真愛粉 是不是這樣 就說對啊沒有真愛粉 要不要降價 請問要不要降價 就是沒有嗎 要不要降價 降價我就買 降價我就買 其實真的沒有 可以降一下 就沒有啊 對啊 就沒有啊 就沒有啊 要不要買 對呀 珍愛粉 珍愛粉如果要給它賺也是 是嗎 如果你想要讓它爽 爽賺的話 爽賺的話 我也是拿你沒褶這樣 還有一張recession 也可以賣一情惡嗎 如果你沒有愛的話 你就可以賣掉 你可以說 喔我不推01了 賣一情惡這樣 我就知道 喔 我記住了 記住了 記住了 幫你黑名單說 就是這個人 就是這個人在賣 真的記住了 你看看就要看 原來如此 如此 拿去賺錢 不給我賺 不給我賺 賣給其他人用一千二來賣你 嗯 那就不對了 那你就是要賣其他人的 空氣感覺好冷 真氣的點是不給你賺 你可以拿其他人的去扒其他人的錢 開始教你們做壞事 請不要拿我的去賣給我的數字菌 八點了 八點了 可以下班了 要準時 對 我要準時下來 我現在沒有地方可以充電 因為我沒有直播架 這邊不能充電 吃飯去了 欸你們可以去看讓你動起來了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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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講談會加油 排名 排名啊 排名還沒念啊 牛洞要記得呀 牛洞要記得呀 我希望我會記得我的牛洞 第十名 第十名 第十名是小易 謝謝小易 可以不要跳口 差點就按關鍵囉 你們沒有人提醒我 第十名是小易 謝謝小易 第九名是柯基宇 謝謝柯基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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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名是丁毛 謝謝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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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名是吉米豬 謝謝吉米豬 謝謝吉米豬 第六名是法蘭森 謝謝法蘭森 對對對對 要講談會了 明天有講談會了 大家記得要整時去報到 謝謝 第五名是數字家 謝謝數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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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名是CKUNK 謝謝CK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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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是小林 謝謝小林 謝謝小林 第二名是十一 謝謝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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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名是林馬和 謝謝林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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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彈花會 視訊會 謝謝大家 拜拜 辛苦了 辛苦了 大家趕快吃晚餐 八點囉 拜拜